好 本作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道理 有没有人呢 救命了 有没有人 叶青 见过长焦大人 师兄 你可算来了 一屁 你是不是又调皮了 回来 回来 我说二位 我 我好歹施必定的天才 给我留点面子吧 父亲 拜见灌主 拜见师父 拜见父亲 灌主回归之首 实乃西陵姓氏 沧海横流 大战在即 何姓之余 只要灌主出手 必能定下乾坤 唐国王仪 你怎么知道我会出手呢 知其白 首席黑 为天下事 为天下事 常德不特 富贵于无极 好 灌主 都城剑 都城剑 皮皮 跟我回尸手关 谢师兄 好 举世发唐的关键在都城 都城的关键在书院 书院的关键 这边 原本是夫子 如今变成了李漫漫 弟子可以去牵制于他 你可以牵制他 却无法战胜他 你们这一代弟子 只有他达到了无拘境 单单凭这一点 就可以傲视群柴 还是为师取胞 弟子徐医不经 不能为老师分忧解难 心肾不安 你且去青霞 青霞是本伤唐国的要爱 其重要性不亚于独城 唐国和书院 一定会在此处 设下重兵 爱我西林大军 温泛 此战必然凶险 叶� Nothing 叶鸿鱼也需要你的帮助 是 师傅 师傅 碧碧在那已经跪了很久了 你一想当唐人就跪着吧 跪到唐果灭亡了以后 再站起来 父亲 父亲 恳请父亲放过唐国吧 皮皮自小就在书院 皮皮所见 所闻 都是唐国的风无人情 萌生了一种 难以割舍的情谊 若孩儿直言 唐国国作千年 自古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 农不异母 世不回嗣 如果 世间真的存在理想之国 那一定就是唐国 皮皮的师兄师姐们 皆来自五湖四海 各个国度 他们和皮皮一样 皆久居唐国 以唐人自居 但并非是旺本 他们有一种 满足 好情 难以割舍 无法回避 不饭 Gaz